救难人员本来正徒手把砖块移开 没想到下一秒惨剧发生 上发瓦砾突然倾泻而下 瞬间把救难队成员整个埋没 惊悚画面让人看了捏一把冷汗 但救难人员依旧不放弃 寻获每个生还者的机会 对着镜头虚弱微笑 这名16岁足球运动员卡米尔坎 受困废墟长达119小时 最后顺利获救 他被救出时意识清楚 还问今天星期几说很想喝水 搜救行动持续到第六天 现在媒体也揭露 这一次地震伤亡如此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众怒控当地建商偷工减料 现在土耳其司法部已经下令 成立地震犯罪调查组 警方更一举逮捕12名建商 其中还有倒塌豪华公寓的承包商 想逃跑出境 在机场直接被抓回来 不过政府救灾速度依旧引发民怨 阿尔段亲自前往灾区 甚至出动总统专机协助伤患就医 只是这一次土耳其大地震 政府救灾被评慢半拍 让许多民众成为瓦砾堆下 无辜牺牲者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